家乡物产如何做出特色 形成市场差异 太多了全部给它剪掉了 第二年它又深 古法烘焙 千年记忆造就怎样的莆田风味 我都大的时候 我爹也还没在烘焙这个 我老爹也在烘焙 今天的生财有道 让我们走进福建莆田 探寻从龙眼到桂园的华丽变身 大家好 我现在是在福建莆田的一处 比较大的农贸市场 凌晨4点 这里已经非常热闹了 这段时间正是莆田龙眼收获的季节 从8月中旬开始延续到11月中旬 几十个品种分早熟与晚熟 轮流上市 这是您自己家里种的 对 自己家里种的 像您家里种了多少亩 差不多十亩吧 十亩 今年一斤能卖到多少钱 差不多十块吧 像这样一车 150斤吧 一千多块钱 对 一千多块 都只有钱卖出去的 很快 对 一般都是一千块纳索的 很好吃 特别好吃 每次下有这么好的 福建最好的这个生辣包 好甜啊这个品种 很甜很甜 好卖吗 好卖 还可以 我一天会批一百块 在龙眼这个交易现场啊 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啊 就是所有的买家手里 都会有这么一个小工具 就是手电啊 您这样就是为了能观察清楚 这样可以看得清 因为这个凌晨啊 光线不是特别好 手电团就是照一下 大球还有什么东西 都看得清清清楚的 像这个季节 您每天都会来这批发龙眼吗 是啊 早上都会来的 一定要赶早吗 一定要赶早 有的时候多的 我们往一点过来 有的时候早 我们就要早一点过来 没有什么货 我们就早一点过来的 要抢货 是的 大家都这样的 不然往一点过来就没货 除了仔细查验 买家决定是否出手 还有一种最直接的方法 我可以 要为您抢一个 好吃好吃 很甜的 又甜又脆的 因为季节性的水果都很好卖 大家我那都抢的这一季 龙眼比较多人吃 对 我看您刚才已经买一筐了 这还要再买一筐 可以再挑一筐 一天都能卖完吗 能 因为市场有这么大吧 需求量有这么大 所以您就赶进很多货 是 我们一下不抢着没货 待会儿一会儿天亮就没有了 莆田立处福建省中部 一山面海 史称新化 北纬25度的亚热带季风气候 带来丰沛的阳光 雨露 再加上较大的昼夜温差 让这里非常适宜 种植龙眼等亚热带水果 据记载 莆田龙眼的种植历史 至少已有1600多年 这边咱们的龙眼树 全部有多少 上上很多 你自己看 现在需要哪一颗 你就挑哪一颗 好 我们见到左海滨时 他正带着客户 挑选龙眼鲜果 今年这个国子 根本都不用挑的 都是漂亮的 基本上满山都是很漂亮的 你尝尝 随便尝吧 没事 你尝一下 口感还是不错的 我还是选定这一颗吧 我看您已经挑中这颗树了 是的 您是决定把这一整颗树都买下来吗 是的 必须的 像这种好的果子 我们必须的整颗每种 你们当地采购 都是这整颗整颗买吗 是的 然后我们会把它擦的 然后去市场 好的还是要在店里面 您是开店的 我们合作了二十多年的 这位大姐您是 您是我妈 老子的妈妈是吧 您好您好 今天有客人来了 那今年您收购这个价格多少钱 您卖它多少钱 十块钱 这个价格怎么样 这个价格还是比较合理的 他们的轮散比较大 然后果子种的比较多 而且果子的品质也是比较好 刚才说 您家种的比较多 您这种了多少亩 我看满眼放去 全都是咱这种眼 一两百亩 一两百亩 对 那边就都是啊 都是 能看到见的都是 火 看见没有这口气 对 连这附近能看得见都是我的 咱们现在树上结的是什么品种啊 现在是普田最晚熟的品种 立东本 那您这一百多亩都是这一个品种吗 没有全部三四个品种 它有早熟的晚熟的中熟的 它分季节性 它早熟的先采 到现在是最后一个品种 8月20几号 20号左右就开始采 采到那个现在是 采到国庆节以后 这差不多两个月才采采期 你们都是亲戚吗 采到季节 采到我家 它就过来帮我的 采他们我就过来帮它 哦 互助 互帮互助 又来一串 卓海斌介绍说 龙眼一定要当天采摘 当天销售 因为隔夜的龙眼 随着水分的流失 会影响口感 在采摘高峰期 一个人一天 可采摘七八百斤龙眼 龙眼采摘下来 还要经过一道工序 咱们每次采摘下来之后 还要进行一个修剪是吗 嗯 都要稍微整理一下 哦 要让它卖相看起来好看一些 卖相 卖相 卖相起来 看起来感觉看得清爽一点 哦 把多余的枝子剪掉 多余就是看起来就 每一串每一串看起来清爽一点 而且我看每一串 还是基本上要保留一些长枝 嗯 对 提起到保鲜左右 做好得很辛苦了 你这个是来不及了 我也给我帮忙了 你老婆啊 这个帮忙了 老婆在这边吃 一家人都在这里 起乎好 这个也是好 他们很能吃苦啊 对 也是起乎很辛苦了 我帮忙煮花 就是一家人齐心合力啊 一家人齐心合力啊 对 卓海斌从事龙眼种植已近20年 在家人的支持与帮助下 他已经是当地有名的技术能手 他种植的龙眼 直径在27毫米以上的大果 能占到60%到70% 明年前这个收入现在一片墙了还可以卖个几十万吧 在生活状况还挺满意的 因为毕竟每年有这么多的收入 都还可以 还有买了车小孩读书也不愁了 接下去进入那个机械化了 现在有无人机打药啊 比如说那个全市都很粗草啊 立即扩大种植面积 好好好 好 你上车了 再来哦 好的好的 好 走了哦 慢点哦 嗯 我呢 作为一个北方人啊 在好长一段时间里面呢 根本没有搞清楚 龙眼和桂园 到底有些什么区别 它们之间又是什么样的关系 这次啊 到了莆田 我算是得到了一个确切答案 那就是 龙眼呀 就是鲜果 而把这个鲜果烘焙成 龙眼干之后呢 就得到了桂园 莆田桂园大多采用古法烘焙 烘焙记忆源于糖末 世代相传 是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 这里面就是咱们的烘焙房啊 是 没错 在这里的烘焙房啊 平时烘焙那个桂园都是在这儿 是 没错 都在这边烘焙的 这就很像我们东北土造啊 我们通过烧那个柴火 把那个空气加热 那个热气从这边冒上来 这些都是有缝隙 都是镂空的 所以那个热气能从这上来啊 这上面是什么材质的呀 竹片 竹子 竹片呢 我这么看起来 我还以为是金属的呢 这个我们用了很多年 结果很多年的烟熙 就变成变色的 林玉涛 莆田桂园传统烘焙记忆传承人 三十多年来 他一直坚持传统方法烘焙桂园 烘焙前我们是都要清洗这个线果的 对 这个清洗跟浸泡 把那个灰浅给它清洗掉 还有一个弄以后 摇沙的时候不容易破 这个就是您说摇沙要用的工具了 是 没错 这个我们有沙的工具 我们以前有沙 能够这样摇 现在我们改进用这种机器来摇 一个更均匀 一个效率更高 这个工具看起来很有意思 它特别像一个你看 像一个那个红酒的酒桶 不过是把它放倒了 是的 有点险 看看您怎么摇 这是沙子是吗 对 这个是我们盒里面拿出来的沙 我们就系里面拿出来这个河沙 摇沙真的是要摇沙的 对 就是要利用这个沙子 把这个皮磨掉一层 摇沙就是利用细河沙 与龙眼的相互摩擦 将果壳磨薄 变滑 挂黄 这样不仅使龙眼烘焙时容易受热 烘焙后也会更加美观 好了 好 这个五六分钟之后啊 摇沙结束啊 对 准备好 准备好 这个也需要吧 对 这个等一下又放出来 看看怎么样 看起来 看看摇沙之后的龙眼 对 这个是比较均匀的 对 这个沙子就已经挂得比较均匀了 对对 说明这个摩擦应该是到位了 对 让我们把它倒出来 把它怎么倒 就这样倒 你看 我们在摇沙的过程中啊 这边有一些大姐 看来她们在干什么 这些正在 差点给您弄翻了 这些大姐正在剪的不是鲜果 对 这个是我们出败过的 因为这个已经是半成品了 哦 半成品 对对对 你看 里面的果肉 明显感觉水分很多 对 还没有完全那个变成干果 林玉涛介绍说 龙眼到桂园要经过三次烘焙 鲜果24小时出备 与第一次复背后冷库储存 根据订单 再一次复背才能进行销售 看 多壮观呀 这么多经过烘焙过的龙眼干呀 已经再次入炉了 师傅们已经开始点火 准备进行复背 这么大的木材直接用啊 对对对 咱们用的这是什么木啊 所以用柜木 用硬的木头就去烤的 木质硬它有些什么特性啊 木质硬 那比如说烤出来的 比如说我们先煮个面条一样 我们大火煮起来的 它味道都不一样 这个温度还是不一样 要让它火能起来 对对对 火起来它就慢慢的 比如说其他的木头 比如说砖木啊 它一下子就烧掉了 后来就没有火了 咱这个既能火能起来 烧的这个时间 延续的时间又长 对对对 用龙眼木 龙眼枝作为燃料 烘焙出来的桂圆 色泽均匀 不会变黑 而且自带天然果木的清香 咱这一个焙炉 一次要放多少这个果来烘焙啊 鲜果我们是放900斤 我在腐败的时候 我们干果我们是300斤 您的这个传统的这个烘焙方式 您是跟谁学的呀 因为我们整个华庭 都是重视龙眼 以前都是靠重视龙眼 我小时候从四开始 我看了买家买户 都有一年过这个小人 烤炉啊 烤炉 我知道的时候我们爷爷 他们都在烘焙这个 我老爹也在烘焙 相当于您的手艺是祖传的 对 祖传的 对于土生土长的林玉涛来说 无论是龙眼种植 采摘 还是桂圆烘焙 它都因为耳濡目染 而了然于胸 但即便如此 烘焙时 火候的把控 林玉涛还是不敢掉以轻心 林师傅 您现在是在干什么呀 我在检查那个温度 用手直接去感受它的温度 这底下其实还是有一定温度的 对对对 现在差不多70度左右 您在这个烘焙过程当中 要不停地这样来测试 它的温度 对 不行检查 我们不停 就炉头这边有检查 旁边有检查 里面后面都有检查 就是看看它受热的程度是吗 对对 没什么 里面温度不够 我们检查柴火 从里太没了 我们就把它特意捕出来 你看 你看林师傅脸上这汗 这个烘焙车间 它的确是太热了 太热太热 所以温度会达到50几度 烘焙的这个期间 就大概都是在这个月份吗 我们烘焙时间 我们初焙时间 一般在8月10几号就开始 到9月中旬就结束了 这个是忽焙阶段 忽焙阶段我们整天都有 那初焙的时候天气更热 对 那是剩下时间 那没错 那个8月份 那个是最高温的时候 你看那个当初焙的时候 整个里面都是雾门门的 都是热气 林玉涛说 传统烘焙虽然辛苦 但却可以最大程度保证 桂园的品质 桂园具有开胃健脾 养血安神等药食同源的功效 在莆田 每年有近70%的龙眼 会用于烘焙桂园 这样既解决了鲜果的储存问题 又大大增加了龙眼的附加值 我们现在是要把它 把它翻倍 把它翻起来 下面的翻到上面去 对 上面的话 旁边的翻到中间去 对对对 对对 这就翻倍 翻倍不仅需要细心 同时也要体力 每两小时翻一次 是对体能的一大挑战 现在烘焙已经差不多 七个半快八个小时了 对 现在这样能行了吗 可以 应该差不多了 你看这个声音很显 很显 我拿几个去来 我们来拨开看一下 就是声音 就感觉它已经非常干爽 非常干的 对 干爽 已经脆了 对对对 看看怎么样 你看 现在都很干 对 你看 桂圆烘焙好了之后 它就是变得颜色 果然比出焙的时候要深一些 油亮油亮的 肉是脆脆的 对 扭一点点韧性 好甜呀 那早了 那十一份蒸发出来 它甜困的还在保留在里面 对 制好的桂圆色泽黄亮 皮不塌陷 果肉晶莹 软糯香甜 林玉涛介绍说 三公斤龙眼能烘焙出一公斤桂圆干 今年 它们加工的桂圆干 预计可以达到二十万斤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筛分机器 是要分出大小果 没错 小的都流到这边出来了 对 然后大的都从这边流出来了 对 这个就大一小 对 左边就是大的 右边就是小的 很明显 很明显的区别 今年37岁的吴正峰是莆田本地人 2021年回到家乡从事桂圆产业 吴正峰说 从小家里就种植龙眼 他深知莆田龙眼的品质 以及当地果农的不容易 所以他想要通过自己的努力 为家乡特产 妥宽市场 你看这个大小果 这么比较的话就非常直观 非常明显 大小不一样 莆田桂圆国家地理标志里面 有分了三个等级 像这个就是二级 二级是25毫米到26毫米之间是二级 然后26到27是一级 超过27毫米就是特级了 对 那么这个呢 这个是我们企业 在我们国家地理标准 27毫米的基础上 在增加了两毫米进行筛选 这个是29毫米以上的 您为什么要做这种筛选 首先呢 我们这个当时做这个筛选 是为了能够跟市面上 大部分的莆田桂圆做出差异化 市场上更多的是这些级别的 25到27的居多 那么我们为了这个差异化 满足不同客户的这种需求 所以说我们在特级的基础上 再增加两毫米 甄选出更大 果肉更厚 同时外观看起来更好的这种产品 来满足这种客户的需求 不同客户的需求 那么现在市场反馈呢 目前我们这种100颗选2颗的产品 是供不应求 每年基本上我们的这个 现在我们的订货量已经排到明年了 您刚才讲到 这个桂圆大小的不同 就影响到它这个品质的不一样了 那您能告诉我们 我们在市场上 如果挑选桂圆的话 是有些什么方法和标准吗 首先我觉得最直观的就是大小 因为越大的桂圆 它果肉越厚 口感就越好 越有满足感 那么除了这个大小 我觉得就是从色香味 比如说像这种的桂圆 你看这个颜色就是成桓成桓的 第二个呢就要闻一下 因为莆田桂圆 它是用这个龙岩木来烘焙龙岩 所以说天兰 它这个烘焙出来的桂圆 它带了这个果木香 的确 虽然是带着外皮 但是你闻起来 就有这个桂圆本身的这个香味 对 然后除了这个 我们还要摇一摇 摇一摇 对 摇一摇就看里面有没有显铃 有显铃的代表 要么就是太干瘪了 要么就是它烘焙烘得太干了 所以说摇一摇 没有显铃的 就是会是比较好的 哦 我这个稍微有一点香 有一点点 对 您听 有一点点 对吧 那我这个可能就比较好一点 对 它这个没有 您那个没有 对 所以说要从 首先眼睛看 然后这个要闻 然后还要摇一摇 最后再品尝一下它的这个味道 对 我们现在打开看一下 两个到底有没有什么区别 因为我们这个的确是香 你看 这个就金黄金黄的 非常的饱满 哦 我这个果肉 相对于它的个头来说 果肉就小了 果肉就小了 然后颜色也没有 我这个好 对 你看我这个是金黄金黄 哦 那我有个疑问 这个个头不同 会影响它的营养价值吗 其实客观的来讲 它只要是同一个品种 然后同一棵树上 它都会有大小之分 那么大小本质上 它没有营养价值 它是一样的 大小虽然不同 但是并不影响它的营养成分 没错 没错